儿童节前夕家福基金会表扬全台外二十几位亲韩学童努力向上的感言故事 在这其中一位来自台东国小五年级的陈同学 父亲过世了妈妈改嫁断了联络 她是跟四个哥哥都由外公外婆抚养长大 不过庞大的生活开支跟学费实在是让外公外婆没有办法负担 懂事的她呢于是到了庙会跟夜市去走唱 而这表演出来所赚出来的钱呢全部都给阿嬷去买菜养家 红色无衣曼妙舞姿一举手艺投足架势十足像个小小舞蹈家 国小五年级陈静怡爸爸过世妈妈改嫁断了联络 她和四个哥哥都由外公外婆来抚养 不过生活费加上学费的庞大开支 让她得到夜市卖一赚钱 跳舞跟唱歌 跳舞在夜市就是会补天佳祭这样 有补天佳祭还有帮阿公阿嬷那个就是要买菜的时候会有钱可以买 家里有些缺的东西就可以用那些钱来补贴这样 帮阿嬷买一些衣服 阿嬷的衣服看阿嬷的衣服都是五代 讲起话来有着超越实际年龄的成熟 因为外公年事已高外婆长期洗肾治疗 佳祭几乎落在陈静怡身上 不管是婚丧起庆还是庙会造势夜市走唱 只要有钱可以赚 陈静怡通通不拒绝 不过每场酬劳只有两百元到一千元不等 收入实在有限 而这样个案的小朋友不只有她 我长大要孝顺阿嬷 后来要买一栋房子给阿嬷住 同样是国小五年节林子玄也是隔代教养的案例 不适自的阿嬷打零工养孙子 而为了报答 林子玄每天都会念新闻读报纸给阿嬷听 把我不懂的她来告诉我 因为说我不懂这个意思 但是她会告诉我让我听得有 她最怕的就是我生病 因为她说接着阿嬷死了 她就不知道怎么办 简单一句话 贴行的按摩动作 一旁的阿嬷已经感动落泪 儿童节前期家福基金会 表扬这些靠自己努力向上的孩子们 希望他们的故事 也启发更多同年龄的小朋友 专讯主观沈家明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